在位十五年 最后竟被内侍宦官所杀 宦官永帝郭氏的儿子太子领佑为帝 史称唐穆宗 郭氏也从贵妃直接升为皇太后 穆宗对母后十分孝敬 但她身形奢侈 扯眉于深色前马 再位四年就甲崩了 郭太后的孙子皇太子李战 年龄又小 宦官们请太后临朝代行狂拳 太后却说 过去五皇后争帝 几乎危害江山社稷 我家世代恪守忠义 绝非五世所能相比 太子虽然年轻 但如果能有德才兼备的在位